李宗雅 特朗普 大家好 嗨 好 這是我們找到日光外供應計畫的LOGO 那我在這裡說要澄清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新的社團 我們算是成立到正式裡面 那基本上 我們一直在持續進行的 找到日光非同工藝計畫的LOGO 也就是我身上可能覺得 這是我們先做的社團 那我們是先有這個計畫 接著才在我們台大 我們台大裡面,不然成立一個社團 我們社團名稱叫做日光服務社 這邊就是有點誤會這樣子 所以就是稍微在這裡跟大家證明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新的社團 我們日光服務社 就會在找到日光而同供應計劃底下進行 找到日光而同供應計劃 是一個很新的計劃 到現在只成立大概一年的時間 我們計劃的宗旨是希望透過我們自己大學生的力量 然後每一週進行一個長期 長期每一週的去桃園中立地區 為那邊的弱勢低收入的孩子進行英語的教學 我們現在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計劃的理念 因為我是這一屆的幹部 我們只是承起的上一屆幹部來做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我們只是從我們自己的身上 從我們求學的過程中 去看到一些我們其他人身上的問題 試著找出一些解決的辦法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當然在我們求學的階段 我們都是一群很幸運的人 我們有著一個很平凡 可是肯確的幸福的家庭 我們無憂無慮 我們也有良好的讀書環境 我們不需要每天在那邊寒窗讀讀 我們可能有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書座 自己的文具 我們擁有自己的一個房間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許多豐富的資源 可能譬如說 可能跟不上學校的進度 我們可以去補習班 我們甚至可以去請家教 甚至還會有人去暗語 去暗雙語的暗情班 從小這樣子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發現 這樣跟其他 付不起那些資源的小孩子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 那再來 更最基本的 我們身上 我們不能依食無缺的生活 我們不需要去擔心說 我們的明天怎麼辦 明天我們還有飯吃嗎 明天爸爸媽媽還會在嗎 所以 看到這些其他弱勢的孩子 他們有的複雜加很背景 他們有的龐大的經濟壓力 那我們會覺得說 他們被這些教育經費 以及學習資源的匱乏所壓著 那我們會想說 我們能做什麼呢 就像我舉我自己的例子 我從小 在台中長大 那我們身邊會有很多人 很多小朋友 就很多同學 可能家裡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可能需要 可能需要受 可能需要靠著低收入股的資金 的補助為生 那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很可惜 因為可能我們一起長大 那他們可能必須 我們讀高中的時候 他可能必須措學 他可能為了 為了養活家計 必須去打工 他們會必須去工作 那可能幸運一點的人 他們可能會利用白天的時間 去上班 利用晚上的時間 來補助他們科學上的需求 那我們會覺得說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是一群很幸運的人 而他們卻是在那邊 跟我們走的另外一條 不一樣的路 那我們相信 教育不是唯一的解 世界上還有很多方法 可以幫助這些孩子們 但是他絕對會給你一個更多的選擇 我們會帶他們看到更多的事情 讓他們發覺出自己更多的機會 讓他們看見自己的價值 所以計劃的理念大概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希望透過一個很長期很長期的陪伴 去幫助他們 第一種計劃的傳承 就是希望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透過這個計劃 透過整個日光輔射 一代一代的延續 希望透過整個這個計劃 每一周在中立地區 會各位 為那些弱勢的孩子服務 那我們會特別著重於英文教學的部分 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 在我們 以及那些弱勢的孩子部分 孩子身上 我們發現差距最大的部分 就是英文 像我們比較有資源的好小朋友 從小長大 可能我們會去雙雲安心辦 可能在上小學之前 我們就已經會ABC 甚至還有一些簡單的男生 但是這些小朋友 可能從小三開始學英文 他們可能從 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時間 去跟上老師的進度 所以我們覺得英文教學 會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也是落差最大的地方 我們試著靠自己的力量 去彼補這個地方的問題 另外我們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一個長期的陪伴 在這一整年下來 我們從去年的九月學期間開始 我們每個禮拜六 都去桃園中立地區 為那邊服務 那在上學的地方 我們在東興國中 為所有的 為那邊的小朋友 是以國小一到四年級的小朋友為主 我們會在那裡為他進行英語教學 那在下個學期的話 我們到了新一國小 就近在那裡為各位小孩子服務 那希望我們最終可以到一屆大學生 帶著一屆小學生 這樣的理念 那因為我們的計劃還剛成行 那我們還是會持續的進行 那希望大家能夠多關注我們 這樣子 好 那所有的我們的目標對象呢 就是桃園地區的弱勢家庭 那我們一開始是從一到四年級 那今年我們會擴別到 就是六年級的小朋友 那這些弱勢家庭的定義 可能不是只有經濟方面的弱勢 可能會是家庭環境的 可能會是家庭環境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可能是單親家庭 可能家庭派有假暴的問題 或者是隔代教養 以及外籍配偶的問題 另外也有可能是一些 會是 可能會是有一些就是 譬如說 父母親禮儀 或者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樣子 那我們的計劃呢 是透過學校的推薦 我們會去找當地的五間學校合作 包括林生國小 古人國小 中原國小 以及我們在計劃進行的 細膩國小這邊 我們主要會以這五間的小朋友 作為我們計劃裡面的成員 那一開始呢 我們會透過學校 由他們推薦一份適合的名單 也就是符合上書所說的 那些弱勢的孩子 會由他們來推薦給我們 讓他們進入到我們這個計劃裡面 那到這個計劃裡面之後 像我們現在辦什麼 暑假營隊 暑假營隊 我們就不會錯綜在前面的英語教學 我們會辦一個多元的環境 讓他們喜歡我們這個計劃 讓他們願意繼續待在這個計劃裡面 讓他們的家長知道 我們是真的願意為這些孩子付出 讓這些家長信任我們 所以暑假的期間 就是取得這些孩子 以及小朋友的信任為主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每週兩堂的英文課 去確認說 這些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是怎樣 進行一個更合理的分班 讓我們的資源 能有效分配到每個孩子身上 讓他們 不好意思 讓他們能夠從他們自己最弱勢的地方 開始來放聽他們 那接下來 我們的課程教學會以學期間為主 就是我們下學期 可能從九月多開始 我們就會回復進行每一週 每個禮拜六 下午為期三個小時的英文教學為主 那最終我們希望達到程度分拌 以及量化效應 然後我們每一堂課 都會訂定一個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幫助 來一個有效的 由系統長期的陪伴以及幫助他們 那這是我們社團裡面幹部的介紹 那目前的時候 我是中間這位 量桃人吧 對 可能那個頭比較短 那就是我 那我目前是 台大財政器二年級的 裝萌人 那表卡也就是那個 裝萌人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因為今天可能 就是大家 因為我們最近剛好在忙 籌備會這樣 所以可能很多幹部沒有辦法出息 那今天他有出息的就是在後面 我們的公務官長 李榮民在那邊 就是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也可以跟他一起溝通 這樣子 對 那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副社長 同時也做的好朋友 張懷兵 那就是我們的活動長 段偉神 他是我的學弟 那那邊還有我們的化工器的 我們台大化工器的帳禮 以及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課程 那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我們並不是一個 只有單純於台大的社團 那他是台北醫學 台北醫學大學的工衛系二年級的學生 那我們 我們這個計畫 不只是說 我們只希望有我們台大的人 我們希望能遭受更多別的學校的學生 一起來幫助我們 我們不會只有台大的學生 我們目前還有陽明醫學院 我們還有像北醫 還有一些政大的朋友 會一起來我們的這個工藝計畫裡面 但是在因為以台大的學生為主 所以我們在台大另外辦了一個日光服務社 那整個大架構 那整個大架構 會是在我們這個 就是剛剛一開始第一次看到那個 找到日光圍兵的工藝計畫底下 好 那因為就是我們計畫專案 因為現在是暑假 所以我會以介紹我們暑假計畫為主 那這就是我們上課的地方 也是我們計畫進行的地方 是信義國小 那在信義國小 我們打算跟他們進行一個長期的合作 希望 不好意思 希望就是透過 與他們那邊的幫助 一起來為這些小朋友 做 創造一個英文教學的環境 那平常我們會 因為暑假的期間 我們會做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們會在那裡待一整天 所以這些是一些我們簡單的時程 我們可能7點 早上7點就會過去 那我們希望在8點前就抵達那邊 那因為小朋友都很早起 所以他們可能會很早到去那邊 所以我們要盡快趕去那邊 這個樣子 那目前我們會分成三個半 依照年紀分成低中高三個年級 那每一般小朋友目前 這是我們大概已經確定好 就是大概會有 59個小朋友這樣子 那會分成在低中高三個年級 那這是我們暑假的一個課程 那我們的暑假計畫是歸 我們暑假計畫在每個禮拜三下去 進行一整天的教學 那我們暑假會 我們與很多不同社團 不同的地方在於 他們會集中在 譬如說一個禮拜之內 進行一整天的活動 在三天短期的一個營對中 創造出一個美好的回憶 但我們不一樣 我們希望會有一個長期的陪伴 長期的幫助 像是我們平服的廳商 全期間平服的延續 我們希望每個禮拜三 跟這些小朋友見面 一起演戲一個長期美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在每個禮拜三 進行一些不同的活動 那我們會安排每一週都會 讓它固定英文科 也就是我們課程的主軸 那我們也會傳達許多 像國文、自然、社會、音樂等 不同多元的課程 希望他們能夠更喜歡 我們這個暑假禮拜 更喜歡我們 來吸引這些小朋友 那另外我們也安排兩次的校外教學 因為就像我說 這些小朋友 比較弱勢的小朋友 他們可能沒有機會到處去玩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計畫 能夠給他們一些兒子的回憶 希望他們能夠有一些快樂的時光 那另外社群就是我們這件 好 再來 那就是我們主要社員招募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些時程都會經過 只是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就是我們志工的守則 或者是在這裡 志工的守則 基本上我們希望是一個陪伴 一個教學為主 我們不希望我們去那裡 是跟小朋友玩 去跟小朋友聊天 我們希望我們在那裡 是當他們的榜樣 陪他們、引導他們 我們希望在旁邊 是給他們信心、給他們鼓勵 我們不希望我們去那裡 只是坐在那邊 然後看著他們洗鬧 我們希望以自己為例 當他們的好榜樣 那就是我們一些志工的守則 那我們會希望說 因為有一些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這是個公益計畫 那我們不希望 尤其現在車機這麼發達 以及我們上程365這邊 有很多網路的資訊 那我們為了保護這些小朋友 會有一些就是 準則 希望各位在裡面的志工能夠遵守 那這些是我們一些西部的制度 那譬如說就是我們的教案 每一堂課我們都會有課程的目標 以及我們會請我們的教學老師們 訂定一些主題的教學 然後一些他希望可以進行的活動方式 那藉此我們可以控管我們的教學老師上課的品質 了解這些小孩子上課的狀況 並在上課的期間做調整 另外就是我們正負職的制度 正負職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正職 一個職負責當天所有的行程規劃 那我們會盯著我們的時刻表 讓每個期間有該做的事情要做 那這是我們兩個社團中很容易長時間使用的東西 以及我們的講義制度 那往下面這些東西 我就稍微簡約的帶來介紹 那這是我們教學老師一次 因為我們是個長期的計畫 我們需要透過這些文件的蒐集 文件來保留 來知道這些小朋友以及我們教學上自己的程度 所以除了教學老師的制度 還有體驗的制度 來確保這些小朋友 去跟蹤他們的進度 去了解他們 知道他們哪邊不行 哪邊可以 哪邊進步 哪邊還沒有進步 這個樣子 那另外我們也會有我們的公益計畫商品 因為我們也是公益計畫 那我們也才剛成行 可能去 可能我們的資金來還沒有那麼穩定 所以我們還會推進 推不進行像我們的明星美金公益咖啡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是簡單的幾張照片 像是 這就是我們去年寒假贏對的照片 以及我們寒假贏對的照片 這些都是我們寒假贏對的照片 以及我們平常服務的照片 那 就是 那這些小朋友 就是像那個就是我 那我們就會在一個教室裡面 進行一個 小組的分配這樣子 那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